現年29歲的鄭俊熙被警方拘捕 更加被指是詐騙集團成員之一 令她一釋成名呀 鄭俊熙曾去澳大利亞悉尼留學 自後她在2017年投考第29期 無線藝員訓練班入行 2018年3月正式出道 鄭俊熙在2021年5月參加跳舞真人秀節目《聖舞者》 並且奪得第4名 同年獲得無線總經理曾志偉上息 主持節目《七線人氣王》 而開始為人認識 至於鄭俊熙的社交平台都算挺低調 也只有2964個Followers 但當中有兩個令人猜不到的 就是人氣男團MIRROR成員Anson Lo和AK 相信他們是因為跳舞而認識的 一陣子